本次列车终点站曹路 项义站9一 9号线 上海9号线 项义提到他屏幕面前的小凯们就像我一样 忍不住一声叹息 毕竟早晚高峰及9号线真的是噩梦般的体验 本娃作为户上老飘 10年来的生活轨迹 基本都是在10号线和2号线 早高峰接几过早就练就了铁骨一身 但对于9号线的拥挤一直心怀敬畏 直到为了拍这些素材 我体验了一把工作日早八点的四进站 人流从站内延伸到街外 一分多钟一辆的车次 门开车里一满人 车走月台人又满 车如水人如沙朝来朝去 居然给我整出了一种人声海海 望洋清炭的感觉 从四进上车刚坐到酒厅 本娃就觉得恍如隔世 桃云目眩 9号线果然名不虚传 有机构统计了近些年上海早高峰近站客流 7点到9点的数据 从2016年到2023年 4年来始终霸榜第一的 不出意外的 当然是9号线的四进站 但是让我意外的是 2023年第二季度客流量排名前四的 居然都是9号线 连终点站桃路都高举榜四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炫耀的榜单 就好比你家四个孩子 期末考试倒数 1,2,3,4 气死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9号线高峰的拥挤 还想怎么吐槽 还是说早就麻木了呢 所以为啥9号线的拥挤 库上有名 为啥尽管这么拥挤 大家还是往这挤 为了解决9号线拥挤的问题 上海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刘娃 这里是上海地铁光影 30年 今天这期视频让我们一起聊聊 让人又恨又爱的 9号线 上海地铁9号线 是上海第6条建成运营的地铁线路 整条线路呈现东北西南走向 始于松江南站 终于草路站 突进松江 敏昂 徐慧 黄埔 以及浦东新区人口密集的五大行政区 穿越上海28个板块 其中步伐像徐家慧 董家杜 黄埔滨江 陆家嘴这样的核心CBD板块 也有松江新城 吴里桥 连阳 草路等一大批 生活居住型板块 9号线全程大约65公里 总共有35座车站 其中31座地下站 4座高架站 全线总共有11座换车站 列车采用6阶编组A型列车 2019年3月8日 上海地铁9号线单日客流量 达到颠覆性的128.8万人次 到今天也依旧稳定在单日100万上下 所以四星站的拥挤 也只是9号线高峰运行压力的一个小切片 现在基本上 早高峰在松江南站后一站的最白池 就已经没有座位了 从松江新城到曹路 每一站都可以说是人满为患 如果恰巧再碰到一个下雨天 不仅有可能要临着雨 排队堵在地站外 上班大概率还要迟到 而且四星站到九星站之间 还有一个很尴尬的记录 它是上海地铁站 间距排名第三的区间段 两站之间的距离达到了6246米 通行时间达到了6分多钟 相当于市区的三站路了 本次列车终点站 请记录 上站九亿 这个手艺多少 有点不大 哈哈哈 天啊 这四星到九亭这一站坐着真的是小兔 我早上没有吃饭 所以这两站中间为什么不差一站 这两站这两站 为什么不差一站 这两站 这两站 这个四星到九亭这一站 坐着真的是小兔 我早上没有吃饭 所以这两站中间 为什么不差一站 好问题 那如果挤地铁是日常四星到九亭这一站 已经算是修行了 说了这么多 那造成九号线拥挤的原因 到底是整体规划的问题 个别站点的设计问题 还是居住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要搞清楚这个事 咱们要先回顾一下松江的发展史 毕竟上海之根 地铁一根 这句千古绝句 就是松江人民对于九号线的精准图层 1998年2月27号 国务院正式复批松江撤县建区 松江也正式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路 三年之后又迎来了21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 也就是十五计划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中国席卷而来 而上海也顺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一城九镇规划 松江新城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拔地而起 以大学城为核心 它的目标就是吸引学生 教育 就业 创业等各类人口 当然新城的开发永远离不开那一句老话 要向富 先去路 所以九号线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应运而生 九号线的项目公司是在2001年组建 名字是上海轨道交通 深松县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深松县公司 由深通集团公司 市城投公司 敏航城投公司等六家企业合资组建 一期工程的总投资差不多是121亿 其中深通出资29亿 线路沿线各区政府 以土地以及洞拆线费用出资32.1亿 资本金以外的部分 申请公行等银行的贷款 项目所需的外汇 由项目公司向银行购汇解决 2002年9月18日 深松县被命名为9号线 那同年10月31日 上海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 正式开工 2003年6月 松江段沿线冻迁全面开始 同年10月 松江段土建工程全线开工 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在06年的10月3日 上海轨道9号线一期工程主体结构 全线贯通 在12月22日的时候 松江段接触网工程驾线也全部完成 转眼间到了07年的情人节之期 9号线一期工程全线轨道贯通 8月8号 9号线的第一辆列车 正式走上松江高架线条市 12月10日 国家专家组 对上海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 进行开通验收 同年12月29日 上海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 松江新城站 至桂林路站 正式开通运营 全长20.5公里 车辆选用4动2拖6辆编组 根据客运需要 初期运营配车96辆 开通运营当天的9点23分 上海轨道交通9号线 首辆列车 从松江新城站发车 在相继驶过松江大学城站 东京站 深山站等站台之后 于10点14分到达桂林路站 用51分钟的时间 跑完了松江到上海 数百年的交通空白 那说了这么多 9号线的拥挤和当年的建设 有啥关系呢 这里必须要提的是 一期工程的建设 是由港铁负责 其实在香港回归之后 港铁与大陆的很多地铁项目 都有着密切合作 9号线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毕竟港铁许多成熟的运营理念 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但问题是 香港土地太小 地铁站更小 所以当时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 设计出来的车站 并不太符合上海的实际情况 不是站厅锁鼓 就是站台锁鼓 完全没有考虑到新城发展 带来的人口爆炸 搞到深通之后 对不少站点都进行过改造之后 才能使用 而且听说最初规划 其实是想要上8A编组 后来也许是出于成本考虑 还是选了主流的6A 只能说当时规划的前瞻性 还是跟不上中国的发展速度 而且规划真的不能完全照搬 因地质疑 也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看 四斤九停射山这几个这么多的站点 都是集中在9号线一期 高峰时段人人都是痛苦面具 和港铁多少有点关系 当然后去运营方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比如站点扩建 又比如增加运能 在三年前 9号线启用了新的列车运行图 工作日早晚高峰 增加上线列车数 实现高峰时段大幅增能体效 地铁运营方利用射山站 和浦东荆棘路站的存车线 将这两站之间的列车间隔 压缩到1分50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拥挤 但是早高峰的9号线车次非常频繁 基本开走一辆 那下一辆马上就准备进站了 这三站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在早晚高峰时段 它是9号线小交路的终点站 不少乘客也喜欢到这儿 坐个始发车 抢个座位 当然上面这些办法 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就好比一个沙漠里 走了很久很久 可能要死的人 你只给他一根吸管 所以最佳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当然是让松江再多几根地铁了 为什么会有上海这根地铁一根的说法 咱们可以看看这张2007年的 上海轨道交通路网 当时其实已经有8条线路在运营了 而且大家都是手牵着手 抱团去暖 唯独只有9号线这位兄弟 特立独行脱网运行 完全没有办法和别的轨交进行换乘 当时从桂林路想要翻到夷山路站 是要出站后坐短博车 那寄完地铁大家换公交接着急 非常不方便 有经历过那一段岁的小可爱 可以刻薄一意 当然一定有观众会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骚操作呢 原因是当初在建设 3号线和4号线移山路站的时候 并没有给9号线的接入预留空间 当然这个咱们别怪3号线 毕竟那个时候 9号线的具体规划都还没有出来 到了后面9号线建设的时候 这里又勘探出了流沙地质 而且线路还必须从4号线下面穿过 所以如果要离3号线更近 必须在这段高架线 高架桩的地基下面建站 这个难度 这个施工风险 大家想一想就觉得非常大了 所以叠了这么多buff 9号线一期通车之后 移山路站也没能一期通车 直到2008年年底 9号线桂林路到移山路 才正式开通试运营 区间的短博公交也同时取消 9号线这位同志 终于顺利接入上海地铁网 不过这一开通也没有便利很多 反倒是解锁了一个新的成就 蔬菜大棚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9号线 移山路站的位置 是在不同的地方 中间的换乘需要走一段临时通道 这个造型大家看 真的太像蔬菜大棚了 一不小心 又成了上海地铁的一个知名的梗 而且实地走下来 这一段通道也真的挺累人的 路程远 半户外 夏天增桑拿 冬天吹寒风 夏雨还漏水 还没有自动扶梯 全程就靠自己爬楼梯 上个班说实话容易吗 真的是货币货带真 所以咱们也别嫌弃人家龙阳路期换18号线了 毕竟人家可不需要你自己爬楼梯 而且说是临时通道 但是这一临时就临时了十几年 成半永久了 啥时候是个头呢 话说回来 其实早在2013年 就有报道称 移山路轨胶换乘通道将转入地下 很快就会开通 但为什么到今天依然毫无变化 主要是因为地铁站外的移山路凯旋路 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以及综合开发项目迟迟没有完工 不过前几个月有新闻报道说 综合开发项目会尽快推进完善 什么时候落地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说完一期的故事 那接下来就是二期了 9号线二期是在2009年年底开通 从移山路站到世纪大道 又解锁了一个人流量超多的大型换乘站 次年月初 预留站阳高中路站开通 之所以节奏这么快 是因为为了配合2010年的世博会 二期的建设其实一直都是在赶工进行的 9号线后来也成为了前往世博会的一条重要轨胶 你可以到马当路站凭世博门票 进行安检 去换乘当时被称为世博专用线的13号线 二期在世线阶段 9号线全线采用单一交路 高峰实在最小行车间隔6分钟 比较狗血的是 一开始还使用了双向首班车早上9点发车 末班车下午4点发车的运行方式 简直就是大聪明 真的天才 完美地避开了早晚高峰 市民们一下子怨声载道 而这一运行方式也差不多在人们的吐槽声中 持续了两个月就结束了 除了运营 二期在早期建设中遇到的烦恼 一点都不比一期少 其中最难的就是随家会站 该怎么弄 因为换成要走的路太长了 还要一路爬坡 关于这个站点的抱怨声 现在也络绎不绝 在过去网上的一片 上海地铁十大丧心病狂换成站中 9号线徐家会站也是榜上有名 所以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建设 这么反人类 相信大家在这换成的时候 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作为规划设计方 大家肯定都想实现 最人性化的零换成理念 走过几步路就能换成另一条地铁 建设起来也快 大家也方便 但是很多时候现实情况就是不允许 在最早的规划中 1号线被放在了曹西北路 9号线在虹桥路 11号线在华山路 你看这样一弄 三条线其实都离得非常紧 但是如果当初按照这样的方案去施工 也就意味着 徐家会这几条主干道 全部都要封路 地铁施工很漫长 这一封起码也要一个四五年时间吧 地面交通到时候肯定一塌不脱 那徐家会还能不能好好发展了 商业中心还能起得来吗 商户就业消费这些民生问题怎么解决 这一箩筐都是现实问题 最后经过项目团队多次实地调研 方案一次次调整 最后形成了现在这个格局 11号线被移到了工程路这条小路上 9号线站里的选址被放在了港会的地下停车库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地下停车库 这确实是一次突破性的 全世界从无先例的创举 当时经过对地下车库的实力勘测 正好能够放入一个导式车站 同时施工期间对于徐家会商圈的地面交通影响 可以化解到最小 所以最终敲定了这一版规划方案 虽然在我们市民眼里 这个规划很坑低 但说实话对于当年的项目方来说 这是无数个日夜里面 掉了无数根头发的自由解了 这大概就是设计师的共情吧 而且退一万步讲 过比过歹扔啊 这里的换成体验 至少比一山路站要好多了 你说实话 那艰难的二期结束之后 随着郊区的快速发展 九号线随后又向两亿开始延伸 2012年南亿山段延伸至松江南站 东延伸工程在2017年底开始运营 起于阳高中路站 止于曹路站 三期与一期二期工程贯通 并采用大小交路运行方式 一边继续深入松江 另一边重点服务于荆桥和曹路两个地区 整个九号线自此成为了一条西向松江 东到浦东新区草路的交通大动漫 拥挤程度当然也进一步提升 为了进一步解决拥堵问题 除了之前提到的班次间隔缩短 还得投入新的列车 当然最好还能提高列车时速 所以九号线列车的升级换代 也从来都没有挺多 而且如同我们之前拍的二号线一样 上海的铁友们给一代代的九号线列车 也取了很多很可爱的名称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蝉宝宝 可爱之中又带着一分腻 而且蝉宝宝的故事也是小有来头 在九号线17将要通车之前 这条线路其实存在一个小问题 它还没有可以用的列车 那这个小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2004年上海一号线向深圳地铁 购买了其采购多余出来的 实列六节编组A型列车 当年12月14日开始在一号线上服役 这批车其实就是蝉宝宝 后来一号线需要进行扩编成8组 但是这实列蝉宝宝又无法扩编 所以在对列车进行技术改造之后 在2007年12月27日 它们被投入到九号线中开始运营 那列车编号也被改为 0901到0910 等于说从深圳到上海一号线 再从一号线到九号线 蝉宝宝是九号线最早的一批列车 那也是一批充满情谊的列车 车型代号09A01 也是现在比较稀有 遇到它需要一点缘分和运气 当然说起稀有 还有一位故人不能遗忘 2007年上海电器自主制造的一辆 6A列车 这辆车拥有男车时代的牵引 绿奶嘴的内饰 与众不同的涂装 被大家称作电器男孩 这也是上海地铁建成以来的 首辆纯国产列车 2009年电器男孩正式投入九号线的运营 不过由于故障率较高 飞了没多久就下线了 那现在只能在江江的基地 担负起实训车的使命了 最后二期开通之后 面对激增的客流压力 九号线又新购了一批列车 开始服役被大家称作板田 也就是现在普遍都能看到的车型 车型代号09A02 至于它的昵称为什么叫板田呢 我们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出处 有没有哪位大佬能在弹幕或留言中 给大家科普一下 非常感谢 那从这一阶段开始 九号线列车的国产化率也逐步开始提升 整体国产化率能够达到70%以上 等到三期开通之后 九号线客流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那列车数量必须还得增加 那接下来车型代号为09A03的创可贴 在2017年进入大家的视野 那至于为什么叫创可贴 应该很好理解吧 隔年九号线又买了一批车型代号 为09A04的创可贴二代 于2020年4月份开始服役至今 这些呢 就是九号线目前服役的车型了 可以看到为了提升病能 地铁运营方其实没有少花心思 列车该买的买 间隔时间能缩短就拼命缩短 但不耐最开始的规划前瞻性不够 途径的居民区又实在太多 所以拥挤的状态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其实原本九号线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提升运能 就是把九号线的列车时速做得高一点 最早在高架段设计和建筑的时候 也确实是按照每小时120公里的标准来做的 但后来也许是出于技术或者成本的考虑 实际的运行速度只有80公里 也有朋友会说你现在提速不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你各种的列车也就是80公里这个时速标准 想要提速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为啥现在松江居民都在哭等12号线的到来 因为尝试了这么多办法 好像只有12号线能解决9号线的问题了 至于12号线的西岩什么时候落地 那就等我们12号线的地铁探秘吧 希望它的动作能比我填坑的速度快一点 但愿吧 话再说回9号线 它的槽点确实比我们之前拍的2号线要多 每年的故障次数也不少 因为拥挤上的热搜更是数不胜数 但其背后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它对于市民生活的重要性一点不比2号线低 它肩上扛着的是20多个技术板块 每天的早出晚归 每天的柴米油盐 首先就是自东向西的始发站曹路 作为上海六大动签基地之一 这里目前还是一个动签保障房为主的板块 承接了过去红口 洋谱 以及普通当地的动签居民 人口着实不少 相应的职业门槛却并不高 靠近9号线地铁站附近 400多万就能买个三房 这个价位非常吸引钢区购房者 而且依托9号线和12号线到金桥到张江其实挺方便的 所以现在关注这里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但是曹乐的定位目前也只是税一程 想要发展得更好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这里的缺点很明显 首先就是9号线出站之后 你肯定会被这片彩虹墙所吸引 但里面却是一片墓地 地铁上盖的墓地属实有点离谱了 同时正在建设的长征医院和另一边的肺科医院 都离墓地很近 你让看病住院的人怎么想 这到底是怎样的规划鬼才 在生活配套上虽然确实该有的也都有 体量大 餐饮多 但是业菜单一工作日的人气也很差 现在呢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在工作日的中午 来到这个商场 其实判断一个板块有没有产业啊 或者说上班人群多多 其实很简单来他的商场看 来吃工作的他人多不多就行了 那大家现在看潮州这个商场工作日 中午啊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几乎没什么人 这就说明呢曹乐附近是没有什么产业的 没有什么CBD也没什么上班的地方 啊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居住居住的板块 总之就是洞牵大区规模庞大 板块发展的慢 地铁通的晚 自身产业为零 而且政策上对曹乐也没有太多利好 只有崇明县 京海快速度的建设 对曹乐也许会有一点点帮助 所以呢曹乐只能背靠 金桥 张江这样的产业聚集区 借力打力慢慢发展 曹乐过后下一个板块就是金桥 2018年初颁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 金桥新增为主城副中心之一 金桥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动工 也标志着金桥转型发展的开启 新型产业引入和最终的落地 将决定金桥的未来 金桥在战略上是产城融合 在规划布局上又是产城分开 没有把产业区和居住区掺杂在一起 这一点做得非常合理 9号线穿过金桥的站点 主要集中在这里的产业园区 所以对于9号线的居民 这里更多是通勤的终点站 于是很多在金桥上班的人 都会考虑在草路之一 性价比很高 地铁也只用几辆站 板块内的二手房 则集中分布在6号线和12号线周边 商品房和老公房在这里并存 成熟的生活氛围已经水乳交融 基本的生活配套还算齐全 但大型商业比较少 但好的一面是住宅产品种类数量都很多 不管是刚需还是改善 金桥都有得选 而且没有过多的溢价 目前整体挂牌均价在6万8左右 所以除了产业轮期很高 金桥还是普通北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居住板块 在金桥边上的金阳和阳金 算是一对好兄弟了 两个板块都有老房子和不错的商品房 都有学区资源 公共交通也都很方便 除了9号线 这里还有6、14、18号线 基本上打算在这边置业的购房者 两个板块都会一起看 从价格上看 阳金要比金阳贵 挂牌捐价一个9万5 一个7万5 毕竟阳金在地段学区商业上 都比金阳要更好 像顾山路这边的续辉 金阳的居民也经常过来消费 甚至可能比去自家的金桥国际还要频繁 而且阳金还拥有金阳没有的边疆布道 不仅能一览阳布大桥 绿化七星道也做得非常不错 周末来溜溜玩拍拍照都是齐好的事儿 所以这些都是阳金更贵的原因 9号线方电路的连阳和避云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其中连阳我单独做过一期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避云我也很喜欢 居住密度很低很舒适 现在我也经常去避云体育公园 遛狗录音顺便打求啥的 正在好国际社区还是城市商品房居住区 避云又有很多稀缺读读读别墅 反正这里的生活品质在浦东 真的没话说 所以尽管两个板块价格都比较高 在路亚嘴工作的金融从业者 有钱有势力的大佬们 还是对这里趋之若鹜 9号线进入浦溪之前 最后剩下的还有原生、维坊和路亚嘴 原生板块又被叫做路亚嘴的后花园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牌居住区 居住人口也非常多 房龄跨度大部分在15-20年左右 挂杯捐价在11.3万每瓶左右 其中最能体现这边价值的是教育资源 福外尽在本一批学校的存在 让原生成为了一个教育资源非常强大的板块 隔壁的维坊和原生有些类似 学区都很强 生活便利度都很高 而且两个板块可以共享世纪大道这边的商业 民主小学有两个小学都在维坊 加上阳京中学、阳京高级中学等学校 整个板块的教育配套特别强 但是维坊的房子和原生相比 房龄要老很多 当然8.9万的挂杯金价 也比原生低了不少 最后的路亚贼则更注重商业和办公属性 居住上住大豪宅和高端住宅为主 生活氛围不如之前那些板块 而且和经销类似 九号线在这儿是早高峰的初战 晚高峰近战的大户 毕竟这可是上海CBD的门脸担当 总之在普通这一段 九号线经过的基本都是以体量庞大的居住区为主 经过的产业区不多 但是只要经过产业区都是能力很高 就业元素很多的那种 所以九号线的通行压力可想而知 当然要说通行压力 九号线的普西段可比普通大多了 九号线普西段第一个人流爆炸的站点 就是五大新城中最成熟 人口最多的宋江新城 宋江新城内包含了大学城 新城和老城 每个城区其实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配套和生态 虽说是郊区 但是你去了那儿你会觉得真的已经很成熟了 老城因为发展的最早 新城因为规划最好 相应的居住人口也都居高不下 而大学城的存在更加特殊 这里的人口流动一直是鲜活年轻的 大学上毕业之后给到了创业机会 这里也是最多最成熟的 因为新城两翼就是产业区 而且还是G60课上走段的核心区域 总之和九亭四星这一类单战操和金 税城功能的板块相比 宋江新城能够凭借自己的产业功能 来内部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 相应的通行压力也就会小一点 下一个板块就是九号线最让人痛苦的地方 四金 四金之所以赌 是因为这里到曹和金到石家会都很金 这里和曹路同属于上海六大洞前地底之一 这也门槛比较低 甚至四百到六百万预算 就可以买到品质比较好的刺青商品房 再加上北四金的上市大附属 宋江实验这个九年一贯制学校 这个板块的教育资源居然也不错 所以这里就比旁边的奢山板块更加适合刚需准群 毕竟奢山都是大几千万的稀奇缺独动 最似也是奢山外围一圈的连排双拼 而且在奢山站 你们明显感觉中老年人的比例更多了 毕竟这里无论从生态还是产品配比 都更加适合养岳客群 虽然奢山也有小高层 但是和四金相比又太远了 价格也没有便宜太多 那九亭和四金比呢 虽然到市区更进一步 但是整体规划 产品的性价比又没有比四金好很多 从网上调侃它是安徽的飞帝 曹和静的员工宿舍就能看出来了 作为整个宋江离市区最近的板块 它的建设发展确实有点拉胯 护松公路以南的南九亭 整个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 基本以农田厂房仓库为主 隔居混乱并不宜居 北九亭更加适合职业和生活 这里的商业更多 生态环境城市界面也更好 但房价和四金比却没有更大优势 所以很多人宁愿远离站 少掏几十上百万的买房款拿来装修 的确更香 一番对比之下 四金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地铁站也就越来越堵了 告别四金九亭 下一站就到了被誉为 上海外环之王的七宝 七宝万科和七宝老镇 两个风格迥异的商业体 是七宝的商业名片 这里的商业人气 真的一点都不输给市区 在居住体验上 明墙东小对口的居住组团 是整个七宝内居住环境最好的地方 有公园绿化多 同时七宝让人诟病的飞机噪音 在这里几乎听不到 所以如果你打算在七宝置业的话 这片祖团就先考虑 另一边的万科祖团 虽然受飞机噪音影响比较大 但是产品质量 物业 生活便利度都很高 而且据我对这里业主的采访 住久了 其实飞机噪音也就习惯了 那这个嘛 就忍者见仁嘛 另外 七宝的教育资源也一直是它的优势 明墙小学 七宝外国语小学 在米航这个教育强区内都属于优质学校 在各种卷教育的当下 这也是很多人来祈宝这个原因 过了祈宝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曹合金了 九号线从松江过来 为什么这么挤啊 曹合金就是罪亏祸首 曹合金开发区是上海市同时具备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三重工能的开发区 而且它地属普系中环 曹合金的规划和地理优势 无可替代 近40年的发展 让这里成为普系版的张江高科 凭借无数500强的公司 为人们所熟知 虽然前些年搬走了一些互联网公司 但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医药 依然是这里的产业核心 但是呢 它本身住在区比较少 所以很多人不得不在四斤 九亭之夜 当然如果要住得离它近一点 九号线沿途的田林和静安新城选择 也很多 先说静安新城 这个板块很奇怪 名字挂个静安 但地方又不再静安 简单来说 是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建 静安老成洞千拐牙的居住区 当时静安区政府 本着对洞千拐牙的静安居民 负责到底的精神 将静安新城 纳入静安区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 随时解决新城遇到的问题 和出现的矛盾 一直到2002年4月 静安新城建设的更加成熟之后 才移交给民航区政府 但静安新城这个名字 依然保留了下来 这个板块现在交通便利 配套够用 那幼儿园 小学 初高中都有 而且因为洞千房的存在 预算三四百万 在这里也能安上一个家 再加上也有不少在曹金上班的人 在这里租房 一来二去 九条线的通勤压力 又涨了一大截 接下来从田林 一直到蓬台公园 也就是九条线 从陆家帮路 到桂林路 沿途的这些地方 都是上海老牌的市中心板块 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 低端好 交通方便 商业上除了各自的底商以外 像无地桥一北的千天地 达普桥的日月光 以及学会的商圈能级都很高 相互之间的地铁 也就几岸路的事 都能够互通有无 住宅层面上 虽然是市中心 但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都是高度大厦 大多数都是老房子为主 改善了为府的格局 相应的居住密度 也远比郊区高得多 对应轨道的通勤压力 当然也居高不下 九号现在 浦西最后一个站点 就是黄浦冰江 板块内部 现在的自行房 都是一些豪宅 挂赔均价在13万左右 总价1500到2500万 跨度的房源比较多 一线将近房 基本也要到五六千万 这边主要的价值 体现在地理位置 董家渡未来的规划 以及它身后小南门 这些土地拆迁后的重建 未来会对板块价值 有进一步的提升 除了绿地的董家渡综合体之外 板块本身比较普通 更多的是人们对这里 有一种独特的情怀 以上聊的普希这些板块中 像松江新城 九亭四金七宝 静安新城 徐家惠 董家渡 我们都做过 单独的板块探秘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对沿途的其他板块 也有兴趣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留言 我们会酌情 一个个把坑给填了 好了 以上呢 这些就是九号线 沿途部分板块的概况了 相信开完之后 你就能理解 九号线 为什么这么拥挤了 最开始规划的遗憾是有了 但更关键的是 它从一期到三期 横穿了大半个上海 附近的基本都是超大型的居住区 产业园区和CBD 辐射的人口规模非常庞大 依赖大了 压力就大 压力大了 希望就大 希望大了 失望就大 失望大了 我们才会总吐槽说 如果当初是白编组 如果当初是大战建设 如果当初换成战静歇 可惜这又是人生啊 没有如果 如果我说 爱我没有如果 错过就错 你是不是会难过 地铁不像人生般复杂难度 却如人生般鲜活有趣 而九号线的鲜活也下在于 它像我们的青春一样 充满遗憾 我们的青春总是在冰狂马乱中 潦草收场 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表白 烙印不散 长大后考试的压力 总让人逃避 但当毕业后 截上人生的地铁 回头望去 才发现纯白的象牙塔 在人缝中 渐行渐远 下一站动呢 是怎样的天气 我们会遇到谁 充满变数 但不变的是 没到一站 总有人像风一般的来 有人像风一般的走 但幸运的是 他们的衣角 慢慢的把遗憾 也一块刮走了 留下陪我们的 依然是那一个 匆忙的早上 依然是那一根 蓝色的地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地铁探秘的全部内容了 这个系列的文案真的写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几万多个字 我们从调研到成稿 花了一个多月 拍摄至少也花了一个月 大漠拍到了深秋 换一个大家手里的三连 不过分吧 下一期 你想先看哪个上海地铁呢 也欢迎在弹幕和留言区和我们互动 人期最高的那个地铁 我们会优先考虑进行制作 毕竟现在连新建国家家都没有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上海地铁光影30年 致敬每一位建设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